赵立坚妻子微博发文 心疼丈夫被谩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妻子在微博发文 尽管赵立坚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没有加班工资等 服从安排维护国家战斗舆论第一线 但换来的却是国内外造谣声骂声一片 还要烧上家 赵立坚妻子星期三 11月30日中午通过微博账号 大葱和臭丫头发文 首先形容赵立坚的发言人工作很奇特 并说道每天办公室工作12小时家 回家工作到深夜12点家 待遇优后四快递小哥 没有加班工资 没有奖金 没有时间 没有家 赵立坚妻子接着表示 赵立坚的工作一切服从安排维护国家战斗舆论第一线 并说赵立坚有的只是爱国情怀 理想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却换来了国内外造谣声骂声一片 还要烧上家 谁又在乎你 谁又能理解你 谁又能保护你 你总是说心中坦荡 无欲则刚 我只能陪着你笑着说好给你做饭吃 随后 赵立坚妻子也在这篇微博的留言区 回应网民时写道 谢谢你们 我和我们的敌人们都真心希望他尽快辞职回家 赵立坚妻子早前多次发文支持中国政府的抗议政策 并认为中国多地发生的抗议活动是被带节奏 遭到网民反对甚至网报 截止星期四 12月1日早上11时30分上述贴文已有超过6700次的转发 点赞数超过3340次 另一方面 赵立坚妻子星期三下午也发文提到伊拉克战争 他写道 当年是谁拿着洗衣粉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 是谁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 是谁说要给他们自由和民主 是谁毁灭了他们平静安宁的生活 是谁让他们失去亲人 是谁在全世界造谣货中搞颜色革命 阿富汗叙利亚又是谁干的 你们知道吗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赵立坚妻子说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 敌人休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 中国各地从上周末起爆发反风控示威后 近期在中国社交网站上 开始流传指控境外势力 参与反风控示威的文章与论点 有文章就声称 这些抗议活动都有着欧美式的自由口号 年轻人被鼓动参与 不符合当地群众特征的领头者 港台枪人士等风格 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手法